女人身穿睡躺在餐桌上 腿已经被锯掉了一条 成为了家人餐盘中的美味晚餐 儿子大快躲一 吃得无比开心 反观女人她丝毫不觉得痛 脸上还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因为她终于找到了 治疗家人厌食症的办法 不吃饭的毛病 是小儿子先染上的 说来也奇怪 自从她在地铁上偶遇了一位 带着黑色礼帽的奇怪大叔后 便一口饭都不肯吃了 那是圣诞节前夕 一个普通的周末 妈妈带着儿子和女儿 到镇上采购圣诞礼物 回家途中 黑礼帽大叔手中的红色盒子 成功引起了弟弟的注意 他在车厢中是如此的显眼 没准里面还装着一份 精致的圣诞礼物 弟弟好奇心爆炮 要求对方打开盒子 给自己看一眼 大叔没有拒绝 缓缓掀开了盒子 然而下一秒 弟弟神色突变 脸上的笑容消失殆尽 仿佛盒子中装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妈妈和姐姐一开始 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直到晚饭期间 姐姐才好奇地询问起 盒子里装着什么 谁知弟弟给出了一个 模棱两可的答案 没什么 而接下来 他的举动越来越让人匪夷所思 明明今天逛街逛了一整天 但面对丰盛的晚餐 弟弟竟然露出了一副 没有食欲的样子 爸爸好奇问起原因 他只说自己不问 妈妈倒也觉得没什么 没准只是孩子太累了胃口不加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情况非但没有好转 厌食的情绪还要来越严重了 隔天是周一 妈妈起了个大早 为孩子们准备早餐和便当 弟弟看起来还是没有食欲 不仅拒绝吃早餐 甚至连午餐便当也不打算带去学校 最后还是在妈妈的强硬要求下 才拿着便当出门上学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为了提起儿子的食欲 晚餐时妈妈做了许多新菜式 显然这方法没什么作用 直接儿子拿着餐具不停画圈圈 嘴上也一直嘀咕着不问 这让一家人面面相取 他们迫切想知道儿子厌食的原因 这是一个来自地狱的魔盒 没有人知道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无知的小男孩只是往里面瞟了一眼 便患上了厌食症 无论妈妈做出多么美味可口的饭菜 还是买来任何小朋友都无法拒绝的垃圾食品 他都不愿吃一口 妈妈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以为他只是单纯累了 没有食欲 或者是在学校饭堂偷偷吃了东西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事情越来越不对劲 爸爸很担心 在他的反复要求下 两人终于带儿子去看了医生 然而医生反复检查后 表示孩子身体一切正常 查不出任何病因 厌食的源头似乎只有一个 正是那个神秘的红色盒子 姐姐很担心弟弟的身体情况 当晚她来到弟弟的房间 希望问出盒子的秘密 两人的窃窃私语引起了妈妈的注意 她想加入讨论 没想到孩子们看到她后 立马就闭嘴了 这让妈妈有些不愿 但也没在追问什么 谁知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自从女儿知道了盒子里头的秘密后 也开始拒绝吃东西 无论父母如何询问原因 她都只会表示自己不饿 孩子们的异常反应 让爸爸很苦恼 但反观妈妈 竟然还能像往常那般轻松吃饭 不得不说心事真的大 这样的态度让丈夫很不满 怪事发生以来 她一直显得满意在我 那晚被孩子们拒绝加入聊天后 也并没有抱着打破杀锅问到底的态度 追查到底 夫妻俩为此大吵一架 最终丈夫愤怒地离开餐桌 转身走进儿子的房间 想问清楚她厌食的原因 那晚两人聊到深夜 而更可怕的事情也接踵了真 这个妈妈好伟大 为了治愈家人们的厌食症 不惜躺在餐桌上 成了美味的晚餐 看着丈夫和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 她也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但事实上 这只是一个血腥的梦 梦醒过后 她发现家人们的厌食情绪更严重 自从丈夫也知道了 红色盒子里的秘密后 便加入了厌食的队伍中 一家四口 已经有三个人不吃东西了 今年的圣诞节 完全没有了温馨的气氛 连圣诞大餐都直接省去了 大家在压抑的气氛中 坐在圣诞树前交换了礼物 除了妈妈之外 长期未进食的三人都受得只剩皮包 儿子送给妈妈的礼物 是用红色盒子包装的 这让他想起了那天在地铁上发生的事 儿子正是在看过盒子里的东西后 开始厌食的 并且像有什么魔力一般 凡是知道了盒子里的秘密的人 都不再吃东西了 妈妈害怕自己也要补他们的后尘 便拒绝打开那个盒子 最后一家人面面相选 十分尴尬 圣诞过后 丈夫和儿女因为长时间未进食 导致身体极度虚弱 只能住进医院 靠营养业活命 最终三人也没能坚持住 相继去世 打那以后妈妈也像魔争了一般 她每天徘徊在地铁上 试图找到那位带着红色盒子的奇怪大叔 阻止悲剧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不过直到故事结束 她都未能如愿找到那位大叔 而红色盒子里到底装着怎样的秘密 我们也不得而知 因为知道的人 都已经带着秘密去了另一个世界 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 会如何解读这个盒子的意义 又会如何揣测盒子中是为何物能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女节》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